今天《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共外交部內部人士的消息 指中共一直在重新調整外交的政策 以穩定與美國的緊張關係 中共外交官的強硬作風需要進行調整 以應付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 處事圓滑的資深外交官 或將被任命到對外關係的關鍵位置上 而外交部副部長兼美國事務專家 謝鋒擔任新的駐美大使 可以淡化中共近年來粗暴的戰狼外交風格 58歲的謝鋒曾幫助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於2022年11月在印尼舉行高調峰會 2021年謝鋒擔任中共政府的聯絡人 協議以釋放兩名加拿大公民 換取美國停止引渡在加拿大被捕的 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 並成功令孟晚舟釋放並回國 謝鋒過去曾擔任處理美國和北美事務的職務 他曾經做過中共駐美大使館國會處參贊 新聞參贊 使館發言人 他也曾擔任過外交部北美大洋師主管 中美外交的參贊 副司長 消息人士又指 目前還沒有敲定是否任命謝鋒為駐美大使 但至今還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人選 而在正式任命之前 中共需要將有關人選向美國通報 以獲得對方的同意 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中共外交部暫時沒有回應 而對於上述的消息 前美國外交官威廉·萊克恩認為 指這可能是一個信號 表明中共想更好管理與美國的競爭 而另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 迪倫諾回應指 中共可能只在戰略上裝得更禮貌一些 就在戰略上 選中文貫出的 選中機 連 Rox 大孝 作詞